台湾国际客家文化艺术季开始了 以林昭亮 拉曼客家为主的一系列音乐会及舞蹈展演活动将持续到五月底 其中又以十三日晚上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举办的一名礼赞小提琴音乐会坠受瞩目 清华大学也颁授荣誉校友证书给长期奉献清华的林昭亮 我是新竹长大的一个人 我在十二岁的时候才离开新竹出国 然后回到新竹的时候是觉得回到老家的感觉 当然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光荣的一种感觉 因为清华是我从小就仰慕的一个大学 林昭亮先生呢 他的父亲早先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林昭亮先生他本身就在清华大学旁边成长 所以他是清华之子毫不为过 那他一直以来跟清华的关系也都非常密切 他的情意呢在新竹成长 我想当时我们这一代的人在少年青年的时候 都以林昭亮先生作为这个 好像这个少棒明星一样的少年英雄 林昭亮的岳父母也特别来管理 科委会主委又用得透露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他的岳母 他本身科家人不会想科家人 他太太是科家人 科家人哪里的人呢 米农云 米农云呢 他的爸爸妈妈是谁呢 就是何春元律师跟林老师 这个林老师 是我小学的老师 是我小学的老师 所以呢 以前没有林老师 他可能就没有林永德了 科家文化艺术季迈入第五年 首次由国立清华大学单纲主办 像我们现在清华跟教育大学合并之后的条件 也会开始对这个文化上面 演绎上面的这个教育会非常有重视的感觉 所以我期望慢慢的耕耘之后 新竹的这个艺术和演绎上面的成就 会让人家刮目相看 他到学校来开办大师 企迪学子 那同时对于在地文化 音乐创作的鼓励 都非常非常的 投入 即便他是一个国际级的音乐家 他的演奏和教学都非常的忙碌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也是非常的感念 为了宣传音乐会 林昭亮今天特别与高途林世凯合奏述曲 包括由苏凡林编曲 巧妙结合客家民谣《落水天》 与爵士乐曲《Summertime》的小提琴曲目 明天晚上在新竹的演出呢 是由我的高途林世凯为主 林世凯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 所以我明天呢 可能会就出现一点点的这个角色 但主角是林世凯 所以我很高兴看到他今天这种成就 做一个老师呢 也觉得特别有安慰 和值得替他骄傲的感觉 秘书处采访报道 明天晚上在新竹期间